今個星期後期有機會打抽颱風 襲擊在菲律賓以東的小犬 已經增強為強颱風 將會進入南海 到時亦會有一股東北季後風抵凸橫濫 有氣象專家說可能產生蝶加效應 夜晚天朗氣清 維港兩岸的海面平靜 不少市民外出消險 但是今個星期的中後期 天氣有機會變差 天文台預料 現在集結在菲律賓以東的小犬 將會移向呂宋海峽 直到台灣南部一帶 進入南海東北部並且逐漸增強 而到時一股東北季後風也會抵達華南 前年10月的獅子山雖然只是熱帶風暴的級別 在香港490公里外略過 天文台都因為東北季後風的共同影響 發出8號信號 擦身來香港最遠的8號風暴 有氣象專家說不能忽視小犬和東北季後風的共同作用 東北季後風基本上是一個高壓系統 而台風是低壓系統 一高一低兩個系統走在一起的時候 就變了氣壓差異很大 疊加在一起的時候 結果當然是更加大的風力 他又說東北季後風較為乾燥 捲入熱帶氣旋的環流入面 有機會令他減弱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道